台球桌安装第一个要点是 这个侧板要突出这个立柱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台球这个石板的力量分散 最后的分散到四个立柱 这样的话呢 瘦了一点它是平均的 石头不容易碎 当把这个煮完之后呢 进行第二步 调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台球桌的四边 四边靠墙的距离 四边靠墙的距离 要留够 至少是一米五以上 然后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台球桌的调水平 调水平 调水平 让台球桌呢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就不是水平的 所以说就是通过第一个方法是敲 请这敲点下去 第一个方法是敲 敲这个侧板 因为安装的时候 这个侧板是有一定间距的 如果是敲也不行的话 就是垫 把矮的部分用破格牌抵到 桌面调平之后呢 就把理石放上 放完理石之后呢 确保是这个理石 左右位置和前后左右的位置都均匀 这理石的位置均匀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理石 这个台面 下面这个木制的台面 已经做过一次水平了 然后把这个石头呢 再调一次水平 调平了之后 然后中间 前后左右呢 都是水平的 然后这个缝隙呢 尽量贴紧 之后用这个逆子粉 用逆子粉刮平就可以了 用逆子粉刮平 然后当你这个垫东西的时候呢 再说一下 当垫东西的时候 垫扑克牌的时候 就是垫到最里边 尽量不让客户看见 以免是谁 把这个牌再抽掉了 这样桌子就不平了 牌球会自动滚落的 大致就这样 这样之后呢 就把桌面清洁干净 用MAP插干净 再扫干净 之后可以上台步了 下一步呢 就是 把这个侧围包围给它 给它砸上 砸之前呢 用那个 用那个网兜啊 提前把这个眼捅开之后 提前砸一下 这样的话 就比较轻松 这样我这个就差不多了 之后上螺丝 打螺丝就简单了 关于这个围部台步呢 是台步上的时候呢 呃 有一个要求 就是 第一个面的时候 粘平就行啊 第一个面看一下 第一个面的时候粘平就行 第二个面就粘它的对面 哦 我那是第二个面 这是第一个面 第一个面我粘的就是 水平就行 大致水平就行 第二个面要拉紧 把第二个面拉紧 第三个面 这是我粘的第三个面 第三个面的时候 我这边放的有点短了 我就拉一拉 拉一拉 这就长了一点 啊 第三个面的左右侧是一 短侧 哪个面短呢 就先做哪 最后一个面呢 剩的稳台步 看 这就比较多 是因为我最后拉了 用全身力量拉 拉紧了之后 这个桌面啊 才能平整啊 水平的 大家看一下啊 特别的水平 最终的结果呢 再给大家 放一下 然后再问客户的需求 把这个 台球杆 那个支架 支架上好 地上一个 这一个 最好上到 实行墙 这是实行墙 上实行墙上 装台球案的 大致就这样 好了 这个节目就到这吧 有不会的话 请挨头 啊 这就是今天的劳动成果 这就是彈球座安完了 再讲一下这个 这个球带的安装 球带的安装呢 必须得把这个 大家看底下这个圈 底这个圈啊 从中间位置 它们交叉着 用点力推进去 推完之后呢 这个铁环啊 是向里的 只有向里 这个球才不会掉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这球很顺畅的下来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铁环 这个折角的位置 是向上的 是正好 然后在最外侧 给它穿过来 另一面呢 是这样 是这样搞定的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这样搞定的 啊 呃 在很多教学视频中 在很多的教学视频中 根本就没有我说的 我讲的 这些东西啊 没人讲 只是大致的说了一下 我说的很详细 啊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 这个台球桌 第一点 台球桌 这个支架 要找一个水平 它水平之后呢 它不平主要是地不平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上石头 石头之后 找水平 两次水平 啊 两次水平 两次水平之后呢 进行 粘台布 台布的四个面 有两个面呢 是 不太 不可 可以不太用力 但另外两个面 必须得用尽全力去撑 这才会撑平 拉直啊 把那个褶肉去拉开 擀一擀 拉一拉 那最后上这个 这个包围 这个包围上的时候呢 嗯 比如这一面先上 这一面先上 那就需要把这个螺丝 可以先固定 两边的螺丝呢 只需要插上就行 这边可以固定一颗 那边可以固定一颗 这两边 这个两边就不 就不能固定了啊 这个和这个 就先不要固定 把这个上完之后呢 两个先外分一分 然后往前砸下去 都上完之后呢 再固定就好了 尺寸应该是正好正好了 从侧面看一下 就这样了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剩下的就是这个 球杆支架 嗯 球杆支架 我这基本上也装完了 下面 里地大家可以掌握 10厘米到15厘米吧 上面呢 就是 你放进去 这个球杆的 中间位置 这就可以了 要不然不太好放 这就轻松的放进去了 在这个位置左右就可以了 我这个膨胀塞 用光了 这墙一砸就不进去了 所以说 额外找配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这些了 嗯 这就是我连续按台修多的一个经验 在网上 好像没人说这些 只是大致的安装 嗯 我觉得那些我就不录了 大致的安装 大家可以看其他人了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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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